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0月30日 今天是星期一 這一節錄的時間是10月30日 星期一的晚上 這一節是Patreon的獨家節目 當然是Patreon的用戶獨家優先 這一節將會稍後時間再重新上載到YouTube頻道 所以 到上載到YouTube頻道的時候 日子就不是這個了 敬請大家注意 這一節 我們要跟大家很嚴正探討一個問題 我們盡量從多角度探討 雖然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作為香港人 作為民主自由的支持者 但是有時香港發生了問題 我們應該是要客觀去討論 我們也想把我們的經驗 以及我們觀察到的東西 跟大家詳細去探討 由於這一節也是Patreon的獨家優先節目 我們 很多核心的聽眾和支持者 一定會有聽到這一節 所以我們會較多的篇幅 較深入 做 詳細的討論 在這一節 這一節 都相當之 吸引的 話題是說 當年有很多人出來反高鐵 今年 今年變了走去搭高鐵 北上尋寬 現在說尋寬 是說尋找歡樂 以前說尋寬 通常說你回去大陸接受性服務 現在不只是說這件事 現在是用尋寬的兩個字 是形容現在有很多人 是這樣做 某個程度上 是出賣了他們自己的原則 所以我想跟大家多角度探討這個問題 當中有多少部分是正確 當中有多少部分是不正確 我們繼續詳細講之前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無論你是Patreon的 用戶 所以在聽這一節 還是你是YouTube的用戶 較後時間在聽這一節 也請各位記得 繼續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星期二日報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輪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敬請各位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Youtube的聽眾我們也很希望你 繼續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講故事的時間來了 又是網傳的茶餐廳故事 一向藍絲也很喜歡茶餐廳聽到說故事 有一個 財經界投資界 KOL姓湯 姓湯那位也是很喜歡 說自己去茶餐廳聽到故事回來 不過 這個故事當然有幾分真實 所以我們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話說這個故事是這麼說的 有人今早 去到茶餐廳 在香港 有台客 說自己 早兩天 搭了高鐵去潮州玩 覺得非常之方便 去到潮州玩的時候也覺得 相當之好玩 就說 香港政府應該一早 就是 接駁高鐵跟國內接軌 為什麼搞了那麼久 這台茶餐廳客就是走了之後 發現這個茶餐廳老闆 其實這個看起來也像故事 不過也不要緊 待會我們再討論真偽問題 茶餐廳老闆就說沒有答嘴 於是就問茶餐廳老闆為什麼 茶餐廳老闆就說 這人 即是剛才那台客 十幾年之前 就大大力反對 起高鐵 還說不僅要示威遊客 還要在茶餐廳 叫其他 食客幫忙簽名聯署 搞到大家好不開心 但是現在就是 當年 反高鐵今年 走去搭高鐵 還要北上尋寬 還要說現在 應該一早 起多些高鐵 其實聽到這裏 覺得可信性都大幅下降 哪有那麼誇張 首先我絕對不相信茶餐廳老闆 那麼準確記得 就是 十幾年之前犯高鐵 你問我們任何一個人 是民主派 都不會隨隨便便 那麼容易說得出 是哪年 是政改哪年 佔中哪年 魚蛋革命哪年 時代革命哪年 過國安法 更何況 這個是茶餐廳老闆 我絕對不相信他 是有數過 然後才衝口而出 跟人家搭嘴 數到 是十幾年之前犯高鐵 只是這一點充滿可疑 絕大多數人說話 都是說他很久之前 就不會 真的能數到 剛好是十幾年 因為當年 反高鐵應該是09年來的 剛好是14年 正所謂無三不成幾 通常的人 怕說錯 就不會說得那麼詳細 這些藍絲故事 跟佔中 說有大妻子去灣仔醫院 然後因為佔中 搞到去不了醫院 那些故事 又是那些藍絲耳語 雖然這個故事 聽起來作的成份 相當之多 但是 說的是跟客人搭嘴 那部分 因為根據我們所知道 其實現在 真的有很多 曾經 在香港 報稱自己 是黃絲 大叫香港加油 還有光復香港的人 現在 叫做高高慶慶 周圍問人家 回大陸去哪裡玩 更加 是有搭高鐵 故事還未完 故事更加就說 當年 就是那些人 反高鐵 很多人就是行為藝術 然後四周圍去打卡 結果被人認了出來 覺得很尷尬 茶餐廳老闆就說那些人一早就移民到英國 去一個沒有高鐵的國家 你再聽到最悲的那兩句 你更加清楚知道 整篇文章 是典型的藍絲 在作文的文章來的 整篇文章 前文後理 互不通順 年份 過於正確 然後 前後矛盾 你又說那個人反高鐵 又說那個人現在要搭高鐵 又說 反高鐵的人現在全部移民到英國 去了一個沒有高鐵的國家 這個也是典型藍絲的貪心文章 一次過 Kinder出奇彈 把幾個願望要放進同一篇文章裏 又要反英 又要反移民 又要笑英國沒有高鐵 又要說現在的人 回到大陸消費 你移到英國 就不會在潮州出現了 你作故事 分開兩篇文章 用死嗎 明明有兩件事來的 都要放進同一篇文章裏 我們當然是同意 真有其事 因為只是我們身邊有很多 忠實聽眾告訴我們 身邊有不少這樣的人 所以我們這裡要分開幾個問題處理 首先第一 我們現在分析這篇文章裏面 錯誤的地方 第二件事 香港人應該要徹底檢討一下 到底發生甚麼事 然後第三件事 我回答你 為甚麼 踏高鐵未必有問題 先搞第三個問題 為甚麼踏高鐵未必有問題呢 我現在直接回答你 因為 當年 反高鐵是甚麼原因 各位還記不記得 是不是因為時代革命 還是因為 民主自由要普選 跟民主自由要普選沒有關係 跟時代革命也沒有關係 當年 香港人反高鐵的原因之一 是因為你浪費公帑 即是說 你把 香港人的錢 辛辛苦苦 扔了下去 起高鐵 很多人看不過眼 覺得那些錢 是香港市民的 你扔了下去 搞大白帳 很多人 覺得不甘心 又覺得不公義 所以就出來反高鐵 你回答我 今時今日 就算 香港 人差政府 不浪費公帑 你能不能回答 問藍絲這個問題 NPF也能不能回答 錢你供下去的 真金白銀供下去也未能回答 你還跟我說拿回香港庫房 這個問題直接回答了你 所以 坦白說 我覺得今天 你走去搭高鐵 可能你違反了其他原則 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純粹說當年反高鐵 我現在搭高鐵 其實是完全沒有矛盾的 因為我當年反對 是不想那些錢沒有了 現在都被你蓋了 我是不是都拿不回 你就連連虧錢 你虧錢不關我事的 高鐵 的速度 還有高鐵的方便 我現在要拿回 我沒有反對的所以 如果現在 在香港的人 無論任何原因你回大陸 我們稍後再說 其他 原則的錯誤 但是如果你也回去了 難道 我要走路上廣州嗎 我也回來了 也決定要上去了 你就坐高鐵吧 我享受那個方便 就是要把我原本控制不了 丟到高鐵 那筆 那筆錢 扔了到鹹水海 我現在嘗試把一點點的優惠拿回來 用一下 比那麼吃虧 這個也不可以說是錯的 雖然跟抗爭沒有關係 跟民主自由也沒有關係 但是 我當年反對是因為浪費金錢 現在你也浪費了 浪費金錢 把香港的錢 給內地人變成用來搭高鐵 不如自己回答 是不是 如果我去的目標 為了不是要振興你的高鐵 純粹是要拿回一點點優惠 其實嚴格來說你也不可以說錯 我還記得上兩節跟大家說 客觀環境改變不了 但是你的想法可以改變 只要如果你 心底裏 不是真的叫做一心 原諒了北京 原諒了 香港政府 我現在要做藍絲 其實你去拿回一點點優惠 我不覺得很錯的 今時今日這樣的局面 你叫大家繼續 在這裡基緊50也沒有用的 是不是 客觀環境改變不了 我反而覺得 現在那麼多香港人回大陸 你應該利用 現在這個趨勢 以及政策的客觀環境 將 你的訊息 是好 忍悔地 直入中國大陸 尤其是中國大陸現在做你生意 深圳 這麼多香港遊客 振興了經濟 以前 國內和香港的矛盾就是因為國內人下來消費 他們覺得我是消費者 你是服務供應商 你應該招呼我 邏輯上 不算很錯的 問題是他們態度有問題 回到香港人上去 我也不相信香港人會變霸權 會四周問人家 為甚麼不說廣東話 香港人從來都不會這樣 香港人就是 看到外國人就說英文 看到國內人就說普通話 去日本就說日文 香港人從來都是主動遷就其他人 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矛盾就是在於太多 才大氣粗的國內遊客 在那個時間 是蜂擁 擁許香港一個極度擠迫的地方 造成了那種不滿 所以香港人回到中國大陸今天 無論任何原因 你回去探親也好 去潮州玩也好 你應該 做的事首先第一 拿回高鐵的優惠 本身就是屬於我們的荷包 第二 有機會的 和可以溝通的人 其實我絕對相信在國內你找到可以 溝通的人 不是盲不講理的戰狼和小粉紅 其實盲不講理的戰狼和小粉紅 在 中國大陸的人口比例裡面佔很少 絕大多數 都是不會提及政治 他們在網上佔優的原因 因為官方推動 也是 官方把其他 聲音 燒出 所以中國大陸 有很多人 絕對可以溝通到 反正客觀現實 現在也是很多人回大陸 何不 將這個客觀的環境 由被動變成主動 最後也要補充 當年反高鐵的人 不一定 支持民主自由 本身反高鐵運動 就是其中一行 知道你的政府絕對不會聽人說話 往後反高鐵再到了後來 其實促成了這個2014年 的 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 就是知道要有真普選 再到了時代革命 不是普選 是覺得這個政權 是應該要被推翻 走到今天 雖然時代革命完結 但是我們從來都沒有說過 整個 香港的歷史 還未完結的 大家還是 ongoing 現在無論任何原因 下回歸變回藍絲也好 下回歸重頭生活也好 就算你怎樣形容現在的狀態 你總是要繼續面對 中國共產黨也要面對管治問題 而香港 直落了下來 那種反抗的聲音 還有中國大陸的白紙革命 這個永遠都是中了下來 回到檢討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承認 其實香港 本身的社會 甚麼人都有 良友不齊 本身 時代革命 就是有很多人 出來是Cosplay 出來是行為藝術 又或者根本沒有出過來 只不過 是嘴巴跟你說我黃 其實我身邊 認識太多這樣的人 所以 他們 會回大陸消費 根本一點 都不足為奇 本身我認識的那些人 他們從來 都是會回大陸消費的 是那麼多年來 都會 更何況現在 香港沒有錢 他們消費能力有限 他們就更加 會回國內消費 本身一開始 我也不會期望 這些人 是真真正正跟你有太多 所謂價值觀追求的 一直以來香港對價值觀真的有追求的人 就算計算整個時代革命 200萬人上街 佔的比例 也是相當之低的 現在只不過 是回復原狀 更加可怕的是甚麼呢 是太多騙徒出現 所以我們告誡大家 我們與其 被一群騙徒 把熱心消耗抬盡 我們不如把熱心好好保存 因為我們始終相信 雖然接下來短期內 可能沒有甚麼變化 但是 若干年後 10年8年 下又或者 更長也好 更短我也不知道 總之 我相信大家 熱心是有機會再使用 所以我相信有緣的話 我們一定有機會再站在同一陣線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跟次庭房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財務 結束了 反過來